你好,我是香港的少爺尖 即是阿尖,叫我阿尖可以了 謝謝 你好,我是何主任何志宏 今天第二天再次在這個空間 和你請來一些香港的創作人 看看他們的心路歷程 或者他們怎樣進行創作 聽到聲音你就知道 今天我們的主角 就是來自香港商台的少爺尖 又或者叫尖尖親切少少 他很厲害 除了他本身做節目 非常之鬼馬 非常多元化之外 除了在大氣墊波有一定的份量之外 其實在音樂劇、舞台界 甚至於唱片界、音樂界 現在更加將他的創意 發揮到時裝之上 不和你花時間 之前不如你告訴我 在你的字典裏 什麼叫創作呢? 什麼叫創作 不如先說什麼叫創意 創意就是 你做了一些東西出來 令到世界更加美好 這一樣是跟創作有少少相似的地方 創作就是你做了一些東西出來 那個人看完之後 聽完之後 會有一種感覺的 無論是相感 或者是很開心的 如果你創作了一些東西出來 發覺沒有人開心 或者沒有人不開心的話 這個創作應該是失敗的 師兄就是師兄 一言驚醒夢中人 不如這樣 又問問你 通常你要做創作的時候 告訴我韓主任 是在什麼情況之下進行的呢? 沒有料到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找到靈感呢? 其實很多東西是要找參考 還有做功課的 有時候都會閉塞 一閉塞就找一些資料 或者看看身邊有沒有一些好笑的 例如家人其實都很多東西很好笑 很有趣的 這些東西可能我們又會忽略了 當閉塞的時候 拿回最身邊的東西出來用 原來發覺都挺有用的 雖然師兄阿占你所說 就是創作的靈感 可以來自身邊的一點一滴 或者回到家的時候 和看見你家人 都可能有很多不同好笑的東西 但有時候可能會走火入魔 如果有努力 或者受人欣賞的那些為之創作 但是如果突然之間 心血來潮想做些東西出來 但又不是那麼多人買的 逐點說 可能會變成老作 那老作和創作 你又怎樣看法呢? 老作逐點 創作沒那麼逐 而且老作都是放在創作裡面 因為很多創作都是老作的 虛構的 但很多虛構 有時候如果你虛構得正啊 漂亮啊 厲害的話 可能就是屬於你一個很厲害 但現在也可以成功的創作 例子啊 例子啊 惠斯里啊 變成金剛啊 那些就是老作 大哥 這輛車怎麼會亂做機械人 那這個就是你的創作 如果你創作得到 對嗎 對嗎 那我們不要理它 是瘋狂的創作 或者真的亂來的 逐點說叫做老作 那師兄啊 你跟我們說一下 應該怎樣可以做而令到一個的創作 無論是在音樂上面 又或者其他不同的範疇呢 可以令到那些作品呢 得到人的歡心 人家會留意你的作品 即是做出來的作品 是會有把握一點的呢? 其實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 其中一個可以掌握到的因素 就一定是做得多 做得多你就會掌握到 人家有哪些會 聽完會哭呢 看完會笑呢 另外一個掌握不到的因素 就是幸運 你有沒有聽眾員 有沒有觀眾員 這個都是很大的問題 可以吸引到人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師兄啊 今天謝謝你 跟我們說了 你在香港作為創作人 一些小小的故事 不說不知 原來作為創作人 都有很多不同的竅門 那你那方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你都覺得創作這件事很完妙的 多些人玩又會開心些 或者是勤力些 多些玩就會令到自己 就是公多藝術 你鼓勵一下我們多人多的創作人 參加加加拿大中文電台所舉辦的 第五屆中文歌曲創作大賽 令到大家有一個發揮的機會 好嗎 踏上音樂天梯 無限作樂 SQ5 你都快點參加第五屆中文歌曲 為別的唱作比賽 永恆的沙巴 我門的沙巴 隨真貴 已離開沙巴 失控我又在想若 永恆的沙巴 我们的沙发 已离开沙发 关我了这个关口 成长有谁害怕 路斜路弯也不如困有 在我成长里令我更强大 永恒的沙发 我们的沙发 最珍贵已离开沙发 伤害我又再掌握 永恒的沙发 我们的沙发 已离开沙发 跨过了这个关口 成长有谁害怕 十岁渴望会快长大 十八岁情什么都要怪 二八祸后我青春变迈 一切经过新老病 穿得很快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永恒的沙发 我活的沙发 已离开沙发 花过了这个关口 从今会念沙发 未经许可预防 像你来说